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是我們這個地區點評 我都已經忘記了我自己講了幾集 不過今集要講的是 Grand Ravely Grand Ravely 其實很多香港朋友 如果你想要去Melbourne 或者要下降的話 今集你真的要給多一點精力去聽聽 但未去講Grand Ravely 之前 導演記得提醒我 記得要做三件事 第一 先讚好我的影片 然後按小鈴鐺 然後分享賣 為什麼要講Grand Ravely 很多香港朋友 如果之前想去Melbourne想結束的話 Grand Ravely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一名最好的選擇 我先講講環境 環境呢 我先給了分 因為我經常到尾段又不記得給分 環境我會給四分 為什麼我會給四分 因為之前有一兩集我們都講過Box Hill Box Hill其實我給三分 因為Box Hill相對比較商業多些 因為它有些商業的商業 辦公室之類 包括政府部門搬到Box Hill 但其實你在Grand Ravely 大部分都是純住的地方 不會很涉及我們大家所講的 很高的新樓 當然新樓最近有的 但主要都是以城市和房屋為主 所以這邊 基本上純住的環境 我覺得是比較舒服 無論是公園或屋與屋之間的濃度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如果你真的想搬去Grand Ravely 的話 這個區域我絕對是四分 緊接下來就要講Grand Ravely的交通 其實就是Train Station 其實是總站 因為整個Melbourne的Train Map 有很多條不同的線 例如香港 港島線、荃灣線 Grand Ravely就是總站 所以交通是超級方便的 但 有一件事要計算一下 如果你真的搭Train 想入CBD的話 其實由CBD到Grand Ravely 差不多25至6公里以外 如果你真的搭Train的話 大概需要45分鐘 如果你駕車上Friway 其實會再快一點 交通方面 當然因為總站 都有很多條大的巴士線 所以都是相當方便的 如果你問我交通要給分 其實我會給四分 因為其實VS對Box Hill Box Hill是再近City 所以Box Hill的交通分數 我會給Gran Ravely 比較好一點 所以交通 我會給Gran Ravely 四分 又要講教育 教育也很重要 我想很多朋友 經常都會問 如果你說Box Hill 和Gran Ravely 可能接下來我們還會講 Galton這些地方 比較是怎樣 Gran Ravely 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叫做校區 整個Melbourne這麼大的校區當中 其實它算是一個最好的 當中會有Gran Ravely Secondary School 就是在Train Station附近 當然你說這個地方 除了公共學校之外 其實Private School 就是Wesley College 其實很多出名的Private School 都在Gran Ravely 其實你是找到的 所以你問我這邊的校區 我都會給它四分 再講下去 我們就會講娛樂 娛樂 娛樂 其實近年來 整個Gran Ravely 不斷發展 很多大型的購物店 例如Glan 有些大的購物店 都已經進入了Gran Ravely 衣食住行 逛街看的食飯 都有 Gran Ravely 就差不多 不過Gran Ravely 就是再進化一點 東西再漂亮一點 但如果你想去買菜 吃東西 有沒有唐餐 都有 只要去到Kingsway 在Gran Ravely 只要去到那邊 兩邊都有 無論中餐廳 西餐廳都有 非常方便 都是那句說話 是學玩樂 衣食住行 是方便的 當然 我要選擇食藥非常多 他就會比 多燒 差一點 所以我會給他三分 又是大家很重點 關注的就是樓價 整個Gran Ravely 就如我所說 其實他不是很多 所謂的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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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但不多 主要都是一些 村屋和房屋 正如我所說 整個區裏 主要是一些 可能是老闆 白嶺 一些主持人 相對 收入是比較高端的人 會住在那裡多些 所以如果 今天你說 要在Gran Ravely 買一間村屋 豐劍遊人 但 平均起步價 可能是1.3 1.5 起跳 比對其他 可能是之前 Boxy的環境 去那間村屋 會更貴 如果你想買一間村屋 就真的看你多有實力 一般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在 整個Gran Ravely 中心店 你真的想去拍 auction 買一間村屋 如果你沒有2.3 2.5 起都會有些難度 所以你問我今天 這個區域 都是那句話 其實住在這裏的人 都是相對學歷比較高 和都是一些專業人士 這個區域 其實你問我純住 真的非常好 不過你入住之前 就要行貨包 夠不夠厚 不過我忘了一個 公室 都可以選公室 如果你真的想買 公室的話 其實Gran Ravely 的2Bat 2Bath 今天差不多 都在賣 70多到85萬左右 85萬左右 所以你 之前 你真的要考慮 這個區域之前 就要想一想 樓價方面 我給Gran Ravely 其實是3分 好了 又是導演 又是叫我 又要買廣告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喜歡我這段影片 就記得LIKE我這段影片 按一下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